为什么功力有润年农力有润月? 功力和农力之所以需要引入润年和润月 是为了调整时间系统 使得日历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周期更好的同步 以下是两者的情况 功力的润年、地球的自转周期 一年的长度并非恒定不变 而是由地球自转的速度决定的 地球自转的周期为约24小时 但不是精确的24小时 功力年的长度 功力规定一年有365天 然而地球自转的周期并非正好365天 为了弥补这一差异 每隔四年设立一个润年 在润年中 二月份增加一天变成29天 润年的目的通过引入润年 功力能更好的与地球自转周期同步 使得日历年平均长度更接近365.2422天 农历的润月 地球的公转周期 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365.25天 但农历规定一年有12个月 每月29或30天 总共354或355天 这导致农历年的长度较短 与地球的公转周期不完全吻合 润月的引入 为了调整农历与季节的关系 农历引入了润月 当一年中的月数不足以满足365.25天时 就会添加一个润月 这使得农历年的长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365.25天 农历的变化 农历的年份长度可以是354或355天 而在有润月的年份中 可能是384或385天 这样农历可以更好的跟踪季节的变化 总体而言 公历和农历的润年和润月机制 都是为了保持日历与地球运动周期的同步 使得时间系统更准确地反映自然的变化